开车到神木村送物资 乌建龙921地震时 住进大爱村与慈济结缘 在那个当下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 做慈济 林世绵也曾是大爱村住民 做环保20年不间断 全是大爱村都 首次攻到现在 921地震将戒满20年 许多人当年因感动 而走入慈济复出 正言上人希望大家 莫忘那一年 要透过影像回顾 新闻台资深导播陈立明 一务指导真善美志工 制作回顾影片 我们在灾区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都是慈激的变胆 慈激的饭食 不是靠着他这样撑过来 很多的点点滴滴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要 再次进做点工作 这叫做时代建政 也是人类的历史 相片 摄影 狼 都可以现身手法 莫忘921 正言上人也回到民权禁司堂 走访文史馆 上人回忆起921当时 就在这里调度指挥震灾 与商讨希望工程学校援建 在这里成就的事情不少 在这里一样跨过来 就会想小小空间 可以决策那么多那么多 透过志工的导览分享 上人在文史馆回顾慈激历史 每张照片 每样旧文物都诉说着故事 也有科技化的互动影像 带大家走进时光隧道 一路走来 上人期许大家 莫忘来时路 步步踏实 在菩萨道上继续精进 大家新闻中部综合报导